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医院内的治疗呢 主要包括口服药物 我们一般选择减少胃酸分泌 目前上最常用的也就是PPIe之剂 PPIe之剂的目前也分为很多种有进口的和国产的 对于一些症状比较严重或者是适应国产效果不好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进口的 那么进口的主要包括有市场上在售的 有艾收美拉座 如耐性 潘陀拉座 潘陀洛克 还有兰索拉座 如那个阿克普隆 目前这些都是非常容易得到买到的药物 还有一些呢 药物除了PPIe之间呢 我们包括中和胃酸的药物 也就简称为胃粘膜保护剂 主要目前上市场上有像铝碳酸美 国产呢 有微地美打喜进口的 还有一些很多 还有一类呢 就是处我们的消化道的蠕动 减少胃酸的反流 让它往下蠕动 那么这类呢 都以末杀比例为主 还有目前新上市的依托比例呀 当然还有一些病人可能合并有心理比较紧张呀 或者一些激动情绪比较经常发作呀 太过于焦虑呀 我们还可以联合我们适当的抗精神焦虑药物 太过于焦虑药物